自費買泡棉刷地板 國中家長罵 有那麼珍貴嗎 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消耗就沒有了 我剛剛那樣很不太在意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 台中楓洋國中 遭家長投訴 竟要學生自費買泡棉 跪著擦教室 走廊 樓梯地板 而且還規定是一種 白色的高科技泡棉 學生都因此戲稱為小白 發展大的小白 很容易消耗殆盡 大約只能用兩到三天 如果為了節省 輕輕擦 老師還會續斥 要求學生用力擦 才會乾淨 更扯的是 沒有小白的話 可以向老師買 每塊五到十元不等 校方便稱 或許用拖把 是要教導學生從勞動中 體會環境整潔的真諦 而且去年十月以後 也不再硬性規定 一定要用小白 假如說課班認為 這個有 真的是有妨害生理經驗的話 要用課班資訊去做一個決定 所以說 現在目前來講 沒有勸效的 同意使用這種東西 教育團體痛批 這不是教育 而是控制 教育應該是讓學生想辦法 用各種方式 讓地板乾淨 教育局表示 校方不該規定 並自費的打掃器具 將派員了解 動新聞 小白市三聚 親安泡棉報導